因为疫情的关系 民众现在大多减少出门消费 餐饮业业绩也大受影响 那么不想坐以待毙 在南投就有一家咖啡店的老板 突发奇想 他特别添购了黑色的咖啡杯 在客人等待的时间呢 他就直接用了银色的笔 在咖啡杯上作画 根据顾客的脸孔或是特征 甚至是职业类别等等 画上顾客专属的肖像 而且画得栩栩如生 这消息一传开啊 有很多民众是远到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漫画咖啡杯 专心在咖啡杯上画下客人的素描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最后写下有趣的标语 这双巧手来自南投一家咖啡店的老板 很像耶 这些口罩也征服住你的美 客人被咖啡杯上的撩妹语露逗乐 笑得合不拢嘴 受到疫情影响 南投这家咖啡店的生意下滑两到三成 年轻老板突发奇想 添购了可以作画的黑色咖啡杯 现场就在杯子上画下客人的Q版人像 也不忘写上防疫标语 提醒民众防疫的重要 自己很喜欢画的话 就在那个杯子上面画一下那种客人的Q版 然后上面写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句子 然后跟防疫的观念去做结合 那我发现这样客人其实看到都还蛮开心的 咖啡厅里防疫措施做好做满 到店里喝咖啡客人很放心 老板笔下的Q版人物也成了店里的活招牌 还有民众慕名而来 只为了这独一无二的漫画咖啡杯 我觉得还不错一种客人互动 客人会重视那种感觉 防疫期间为了抢救业绩 业者用心又有创意的举动 为疫情寒冬带来一股暖流 记者曾入成南投报道